我从出道那个时候 我是个新人 哪一个地方给我机会是台湾 所以在我心目中 台湾真的拥有一个 最特别的地位在我们心里面 到台湾就是第一个通告是个电台 然后电梯出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工作人员排在那儿 欢迎我然后是给我的鼓掌 我那个马上就飙泪了 我觉得好感动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 就是这样子 I felt so warm 觉得很温暖在这里 因为我能够坐在Coco旁边 我这个时候非常的荣幸 所以我就致敬了你 你知道这个造型 Yeah 早知道了那时候就不用软头发 就直接在架 假髮就好了 假髮 但是还走一次 我看到你真的太害了 我看到你对你太害了 我给你猜 因为当一进来呢 它就是一个summer太阳的概念 我是一颗太阳 你是八颗太阳 然后后翼都把我射掉了 六三颗太阳 等一下 你没有记你的腿吗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你会看不出来 等你等你戴开 Baby Coco 啊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我很喜欢你说我的名字 就是我要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也是 Coco 魔镜这种是很久没唱了 是 我行我 請告訴我 男人到底有什麼 好好聽啊 你男朋友 誰最最爽的 好 Disk LB Disk LB Disk LB 我知道你沒有很愛看這個畫面 所以享受方向自己的觀眾的畫面 對 但是接下來這一幕真的實在太美了 你的最後一個笑容 真的是非常有自信 它不是一個純粹是外在的美麗 它不是一個是由內而彎 你想要讓大家看到華人也可以唱歌 華人也有他出色的地方那種自信的笑容 其實那一刻看起來很自信 其實好緊張的要命 因為我有記得你在被訪問的時候 我一直說因為你在開場要走樓梯下來 你一直有夢見 你被滾下來想知道 怎麼沒有滾啊 因為滾感覺身體會更大狀 現在好像出錯會更好一些 更真實 不如我們現在走光一下好了 我覺得那一天是有一個 我好像有一個重大的任務 就是很多華人都很有才華 可是我們沒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那一天不是要唱得最棒 或者要拿什麼獎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其實我們是很有才華的 那時候1998年 你還有更多的金曲根本還沒發行 你知道真情人啊 驚喜那些都還沒有出來 對 在陸續後面又有再蹦出那麼多經典歌曲的時候 誕生了像25周年 現在這個U&I演唱會 會有更多我們所能想的音樂好奇 但這次演唱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哇就是其實真的有很多驚喜 因為我感受到你可能不只是想用歌聲而已 你想帶給大家的是你人生的所有的想法 你對事情的新的體驗 都會直接帶入到演唱會對不對 是的然後因為很多歌曲 我跟歌迷 然後有很多的歷史 有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人生的經驗 你知道嗎 想到我都太興奮了 因為太多話想跟大家在演唱會說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節目 可能會有英文不合的人物 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就是多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 對不對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多沒有的 你的反應真的好快喔 真的嗎 謝謝你 好棒喔 那我的歌詞呢 呃 我想說很好意思 因為像你啊 你有沒有真的生氣的時候 也會啦 因為我也是 you know you know the normal person 所以 所以 生氣的時候呢 還是會很calm的去 因為我覺得不能衝動 那如果你假設你現在生氣 瞪我 你會怎麼樣呢 瞪你 你真的很不爽 我現在就 我沒試過那樣 瞪人啊 我可能是 你幹嘛撒嬌 不是 撒嬌 你知道你剛剛想要嗎 他就這樣 他上網子 你有沒有真的很想跟歌迷說的話 因為你剛剛在記者會已經 就是已經這個情緒也很滿了 我真的有太多話想跟歌迷說的 我從出道那個時候 我是一個新人 哪一個地方給我的機會 是台灣 所以在我心目中台灣真的擁有一個 最特別的地位在我們心裡面 所以這一次在這個除了演唱會是有的 你和我 然後我還特別說了一首歌 然後這個歌詞裡面其實就有表達所有 我想跟歌迷表達的一些情感 我有感覺到你在聊下去 眼淚就會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都是 我們是青春嘛 對我們都是 小女孩的時候 一起這樣子 傻傻的去闖世界這樣 對 然後呢我去闖世界 他們在支持著我 我們好像就是那種手牽手 如果我跌倒了 他們會把我撲起來 這個是一個永遠 永久的友誼 永久的 是永遠的不會變的 那是愛是有的 在 很期待的演唱會 然後在最後結束之前呢 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真的嗎 要繼續聊 對啊繼續聊 可以繼續聊 可以看一下 我的流程是 你知道電圖是什麼嗎 你的電圖很厲害 你知道嗎 你的電圖很厲害 你可以教一下嗎 像 有啊 愛情繞人偷魂 BRO 可以趕腳上 不要 我發現我看到他們 喊臭人 我就想說 好趕頭 其實就是有肥肉 這樣子甩來甩去 我用肥肉啊 而且還蠻扎實的 我心底確定 你是我的 No.1 我直接想唱歌 你的背波量很大 對啊 要不是掃蝦 我真的是喔 也是最美的歌 很多官方說我唱得比你好聽 我現在都會說我唱得比好聽 下面女人都罵她 真的超級好 謝謝 那我演唱會的嘉賓就派妳邀請我 妳不要有個邀請 我昨天就是剛好下飛機然後呢 到台灣就是第一個通告是個電台 然後電梯出來的時候呢 所有的工作人員排在那兒 歡迎我然後洗我的鼓掌 我那個馬上就飆淚了 我覺得好感動 你知道嗎 就是台灣的朋友們就是這樣子 I felt so warm 就是覺得很溫暖 這樣子類的 我覺得大家很疼我 所以我 I'm so happy 我很開心 妳知道妳完全應驗了一句話 就是 我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 妳會得到那麼多 就是因為妳給予了非常多 妳曾經在樂壇給予了 大家那麼多的東西 我們收到了 我們就想要 feedback 給妳 就是因為妳給我們的 而且妳不只是應驗屬於 妳也應驗一些科學的語言 就是牛頓什麼地級地獄 什麼妳知道 我推不去他就會 妳也知道 妳給我們測試的語言 測試的語言 妳那個人就是 活性就是那個 活力的潛力版 對啊 因為妳用熱情感染大家 我想說觀眾們你們在笑什麼 不是 因為妳用熱情感染大家 大家就用熱情回憶給妳 像我常常罵觀眾 所以我常常被觀眾罵 很肉質 沒有啦 觀眾都滿OK的 然後我就很期待Coco來 Coco真的來了耶 不能慢喔 我覺得沒關係啦 想辦法 人造點是 我們要好好的過目 演唱會日期 6月21日 對 6月21日 台北小巨蛋 叫 U&I 到時候 期待看到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我們把它創造成 這個 螢光海 然後我們一起從頭一起唱 這次會比較多自己的歌 我是那種很喜歡唱別人的歌嘛 然後上一次 Promoter他們說 你是不是唱太多別人的歌 有人這樣說是不是 對 對 所以我說好吧 那妳很不怕的花長嗎 對 我想唱啊 下次我想打人 或者罵人 或者討厭人 我就找妳幫我講 對 那我就投我的罵人的代言人 好啦 今天真的很開心 妳來那位 什麼話想對我說呢 我覺得妳真的很棒耶 我覺得妳真的是一個很有才華的 主持人 網紅 然後呢 我相信妳是給大家一個力量 妳有這個誠懇的心 努力 然後有才華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妳的成功 是因為妳有付出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謝謝Coco 一定要去聽Coco演唱會 你們會出現嗎 大家 謝謝 跟妳喔 因為我也會出現 而且強調了 請問強調 4月13號中午12點 掰掰 謝謝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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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多多多多 與妳短短的一個小時相處 我像是進入了精神時光屋 生活滿滿 並大大的學習 在妳的身上 除了熱情 我學習到 我們都應該 看見每一個人的優點 每一個人的光芒 讓那大客廳 能夠成為妳宣傳中的其中一站 到現在還是無可置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